有一个夜晚,我告诉你今天的见闻,当我满怀欣喜,你却反应平淡,然后我发现你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我分享的书籍。 我们曾亲密无间,如今却不再交谈,大抵失败给了生活的麻烦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带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部充满遗憾的爱情电影《花树般的恋爱》。 2015年,卷21岁,她现在还是个在校的大学生,出于兴趣,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探店美食,喜欢看木乃伊展览和搞笑表演。 卷十分肯定,面包掉在地上的一定会是芝士纳面。 她对生活没有太多期待,能让她感到兴奋的事物也不多。 那天一位老朋友约饭又提前离开,她错过了最喜欢的表演和末班车。 她想,今天的一天真是糟糕透了。 与此同时,麦也进入了和卷一样的困境。 她与卷同碎,时常觉得这个世界十分荒谬。 比如为什么月租几千的公寓里会有人推销奇异的房子? 为什么石头剪刀布这个游戏,轻易能揉烂布的石头会输给布? 三个月前,她在浏览地图街景时看到了自己的身影,这是她最近为数不多的兴奋时刻。 这件大事被她分享给了自己的同学,飘飘然的她完全忘记了订好的表演门票,于是她一下就变得低落了。 持续糟糕的一天,卡拉OK里坐着西装革履的程序员大谈成功学。 隔间的包厢里有的人失约,母亲给卷发了消息,让她带两包卷纸回家。 末班车马上要开走,急匆匆的卷与麦在闸口相撞。 麦的谦让让卷能够先行一步,可惜他们都来不及了。 有一对情侣也没有赶上车,发现下一班车要等到天亮,麦和卷只好与他们一起去了最近的酒吧。 过了十分钟,他们一致觉得这是个错误的决定。 明明临座就坐着著名导演压紧手,两个自称电影爱好者的人却在讨论魔虐斋即便。 他们怎么能在传奇人物面前讲这种话? 卷和麦同时感到了无语,就是因为这些人才会有那么多重拍片出现。 终于熬到了分别,卷却在迟疑许久后追上了麦,他觉得有些话自己应该告诉麦。 其实在看见压紧手时,他和他一样兴奋。 一瞬,两个陌生人如风知己,像是两个小怪物在茫茫人海中识别出了同类的气息,又用一句暗号对上了电波。 刚才那是压紧手吧,滴落了一天的心情开始回声。 他们穿着同款的鞋子,喜欢看同一本书籍,同样施约了一场表演。 一种被懂得的情感变成烟火,在脑海里扎成一团。 正是发出微小顾鸣的爱情瞬间。 两人正聊得起性,俊安的朋友打电话告知他可以来自己家借宿。 恰巧麦追求的卯内来到了这家店里。 俊安突然明白自己和麦只是第一天见面的陌生人。 他无意打扰两人,解释后静自离开。 卯内拉住麦说自己有些话想要告诉他。 或许合拍的灵魂总是匆匆一顾就分别,麦却很快追了上来。 最后他们去了一家像卡拉OK的卡拉OK。 这次没有西装革履大探成功学的程序员了,他们放纵对唱,声嘶力尖。 那个不赢石头的问题,麦没有从卷这里得到答案,不过也不重要了。 两个小怪物跌跌撞撞地回了家,一模一样的书架像是同类的证明。 麦对煤气鼓发出的特殊震动,情有独钟。 居然好奇地看着他曾为煤气鼓专门拍摄的影片,至少此刻来讲,这比哈比人更有趣。 九族饭饱,居然在煤气鼓最精彩的部分睡着了,我一定将它闷死了吧,麦这样想着。 第二天,他们匆匆赶上第一班公交,约定下次一起去看木乃伊展览。 昨晚的美好回忆让人沉醉,麦小心翼翼地用漫画。 将他们记录下来。 虽然有些害羞,但他还是坦诚地告诉煤,自己以后想成为一个漫画家。 那时女孩对他说,我喜欢你的话。 吹风筒的热议好像从发丝蔓延到心底。 煤很庆幸,风筒遮盖了自己的心跳声。 而麦的脑海被煤喜欢自己的话全然占据。 看完展览那一天,他们在餐饮店又聊了起来,不知不觉加了三次餐饮。 本来要走,又因为一个共同话题坐了回去。 夜里的地铁很拥挤,他们各怀忐忑猜测对方的心意。 有人说如果三次约会之后还不告白就会成为朋友。 他们不约而同,觉得自己应该采取行动。 麦带着券去看了煤气股,拍了一张女孩与煤气股的完美照片。 居然在心里计算着末班车的时间。 餐饮店的服务员是一个乐队的成员,他们有一首很好听的情歌。 一起欣赏这首歌,让两个人不约而同开始紧张。 可惜今天的他们在旁桌客人的眼中,大概和那天酒吧里的那对情侣一样。 立体声的音乐是无法分享的。 左右单声道的声音并不相同,他们并非在听同一首歌。 于是接下来的一个小时,他们都在听大哥讲录音师的婚姻技巧。 好在糖分可以抚慰人的心灵,百分百同步的两人同时举起了手机。 一切好像刚刚好。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? 是的,我很愿意。 新鲜出炉的小情侣互道分别,又纠缠着用吻说再见。 接下来的一星期,他们去了美术馆吃了炸生蚝,画了肖像画,看了布。 无聊的电影,狭小的空间让他们感到亲密与幸福。 卷连着三天没有去上课和求职辅导班,但他们都要工作,于是卷回家了。 一场晴天霹雳,卷常追的杂志《恋爱生存率》的作者自杀了。 卷觉得明写下的文字好像都是对自己说的。 他开始不自觉地将那些话与现实对应,开始是终结的开始。 派对迟早会有散场的时刻,恋爱人只能彼此对坐,分享所爱。 恋爱的生存率只有百分之几,但我会排除万难。 卷希望自己和麦能一直维持现在的状态。 他们的派对正盛大开场,而他希望他永不落幕。 当一个男孩询问一个女孩一种花的名字时,那种花会让他一辈子记住那个女孩。 卷没有告诉麦照片上花朵的名字。 他们一起去看了麦的朋友海人的摄影展。 海人与女朋友的同款纹身让卷很是震惊,要有多大的信心才会纹上相同的纹身呢。 那个夏天,麦爱第一次见到卷的哭泣。 由于晚了起步,他必须不停地赶着找工作。 麦爱在公寓的门口注视着他离开的背影,界线好像就是从这里拉开的。 麦爱还在画自己的漫画,海人说过会帮他介绍熟识的出版商。 卷的求职之旅并不顺利,穿着拖鞋的麦急匆匆赶来,安抚压力巨大的女友。 卷的父母在家里不停念叨他的工作,不堪其扰的卷最终决定和麦同居。 新公寓的装修是他们一起进行的,摩托河畔的景色很美,完全自由的空间与全新开始的共同生活,以及美味的面包都让他们充满期待。 卷开始在一家雪糕店做兼职,卖的漫画也成功卖了出去。 只是雪糕店的店长在暗地里出轨,漫画卖的价钱也很低。 他们在下班后一起步行回家,在悠闲的星期天躺在床上看宝石之国,心意相通道赠送对方相同的圣诞礼物。 在新年去附近的小神社祈福,在那里他们捡回了一只小黑猫,男爵。 卷下班的间隙里,麦会拿着他们都会喜欢的书等在车站,那时他们都觉得这爱情牢不可破。 餐饮店的那位服务员成了著名歌手,卷不知何故,开始感觉到时光的流逝。 双方父母的拜访,让工作压力重新变得迫在眉睫。 画漫画的梦想变得不值钱,生活也需要物质来支撑。 麦决定出去找份工作,卷突然想起名的话,他想要维持的不变状态终于还是有了变化。 过正规生活,真的很难。 卷挑灯业读,考上了会计资格证,将会在一月底正式上班。 麦还在找工作,修修改改的简历,时间来来去去。 女适应的头发已经从金色变成了粉红色时,他终于找到合适的工作了。 麦告诉卷,自己的人生志愿就是维持他们的现状。 有钱后,他们买了switch和喜欢的游戏,但忙于新工作,无暇开机。 麦被分到了销售团队总是加班,漫画已经被树枝高阁。 约好的电影也没能去看,海人与奶奶分了手,卷总会想起那个纹身。 他分享的书被麦随手放在一边,卷突然感觉无比烦躁。 他体谅了他工作忙碌,选择取消出行。 他却语气为难,仿佛在彰显自己的妥协。 当听到那句我们的生活方式不配合时,好像有什么东西,悄悄坍塌了一脚。 一杯热茶被卷轻轻放在了桌面上。 看到麦在工作,他调低了游戏音量。 麦却希望他可以玩得尽兴,戴上了耳机。 以前的他们百分百同步,现在的他们依旧百分百,只是不约而同选择了后退。 有的夜晚他们也会提起结婚的话题。 神奇的是,卷从未想过这件事。 麦疑惑他的不成熟,难道他的世界还停留在无忧无虑的大学吗? 他们开始背对而眠,不负往日的亲密舞剑。 卷还在读两人都喜欢的诗集,卖手上的书不知何时已经换成了成功学。 这是他们相恋的第三年,他们好像都在往前走,只是一致的方向不知何时出现了夹角。 看似并肩而行,实则愈来愈远。 和喊人分手的奶奶向卷介绍了加持,对方计划开一个逃生游戏馆,并向卷发出邀请。 这样卷产生了转工的想法,他已经递交了辞职信。 麦却在一切都尘埃落定后才知道这件事。 他疑惑卷为何能如此轻易抛下,明明曾经为了这份工作付出莫大的努力。 日复一日的工作让他感到麻痹,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喜欢的漫画, 忘记了曾经一起看过的《宝石之国》的内容。 工作中的刁难被他美化成维持生活的必要付出。 卷不明白如果相爱为何钱那么重要,他想要享受生活。 麦干脆道那我们结婚吧,我来赚钱养家,你在家里享受生活。 这好像是在求婚,只是和他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。 麦的朋友海人意外去世了,他为自己的朋友悲伤, 想要彻夜不眠和卷讨论海人的生平。 卷却冷淡地直接进了房间睡觉。 第二天卷想说一些什么却已经迟了,他心中感伤却并非因为海人, 那个人身上有艺术家所有的优点和缺点。 醉酒后风流轻飘还家暴,或许才华横溢对他也不甚重要, 他只是难过自己无法分担卖得悲痛,为此他有些讨厌自己。 讨生游戏馆的热度很高,老板加持也算春风得意。 他性情风流,却对感情看得很透。 加持告诉卷,爱情是有期限的,过了期限就是在拖延时间。 恋爱中的孤独会是剧烈的孤独,因为那时你和他同居在一个屋檐, 却无话可谈,卷想起了他们在地铁上生疏的招呼, 明明是情侣却分离两地,或许他们该分开了。 与此同时,麦也和奶奶见了一面, 奶奶看得出来如今的麦与卷的不合适, 她并不希望两人分手,可结婚与恋爱终究是不同的。 那一晚,他们纵情狂欢,第二天在朋友的婚礼上, 不约而同下定决心与对方分手。 这是他们在一起的第五年,但他们已经很少交谈,甚至不再吵架。 沉默的时间与情感会逼迫你想要续约, 可继续下去的结果就是下一个五年。 或许在另一个时空,他们会结婚,但如今的他们不合适。 如同初见那天一样,他们去了卡拉OK唱歌, 看过摩天轮最高处的夜景,又去到那一家充满回忆色彩的餐厅。 接下来的故事发展,他们都心知肚明, 可临门一脚的时候,麦还是后悔了。 他再次向隽提出结婚,爱情已经沉溺在了过去的时光里,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还可以用亲情来维持。 他不舍放开隽的手,正是曾与他百分百契合的灵魂伴侣。 无法成为爱人,那就成为家人,他们依旧可以处在同一个屋檐下, 只是比原来的生活稍微差了一点。 居然无法接受,降低生活期望,人只会变得麻木。 成家立世,无法解决问题。 麦还想挽留,却被另一周的小情侣打断。 他们穿着相同款式的鞋子,聊着喜欢的作者与音乐, 说着热烈真挚的爱情,仅是一步之遥却仿佛两个世界。 麦突然说不下去了,他们都见过彼此最相爱的模样。 那时赤裂的感情,如今只剩下岩浆肆虐后斑驳的陆地, 墙绑在一起没有任何意义。 分手后,他们还要处理房子和家具问题。 麦靠着迎下石头剪刀部得到了男爵的抚养权, 他们依旧会一起喝珍珠奶茶,吐槽电视剧与白日的经历。 坦诚出现那天心中不合时宜的想法。 比如看布奶衣和煤气谷真的很无聊, 他们是不再相爱的灵魂伴侣, 但没有人规定清风与明月一定要在一起。 很多年后,他们再次在一家咖啡厅偶遇。 隔桌的情侣插上耳机分享同一支歌, 他们同时回忆起那趟末班车前的一个小时。 相遇时物多言语,分别时将你留在远远的时光里。 我们可以和一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到凌晨, 说宝石之国和村上春树。 看过偶像几十年前的现场, 能在午夜的街头接下他随手抛出的网梗。 我们期望与他如树般缠绕, 枝叶交汇伸向天空一同成长。 那时我们觉得好喜欢好喜欢对方, 可有些星星不适合抓在手里, 有些喜欢不代表爱人。 出现不合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, 遇见灵魂伴侣的怦然心动是爱情的雪中送炭, 而那些宝石之国宝石之类什么的, 永远都只是锦上添花而已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 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。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。